大家好,欢迎来到光的频道 今天是2024年7月8号星期一 王一博结束了纪录片探索的全部拍摄 取消了《日本之行》 7月6号一大早赶回北京 自从遇到了战战 一博就变成了那个恋家的人 不管多辛苦 都会马不停蹄地往家赶 原计划战战7月7号飞一昌 所以他们能见面的时间只有一天 他们之间纯粹的爱感动天底 一昌多地暴雨 老天流人 战战的航班延期 战战飞一昌的日期目前暂定为7月12号 小两口可以有六天的时间在一起啦 这段时间都辛苦了 就好好的贴贴吧 尤其是一博 在深山秘林里辛苦的工作 波波的冷白皮都晒成了黑皮 战战一定会很心疼的 多少几个拿手好菜给他补补身体吧 今日7月8号是无稽上线五周年 一曲共悠扬 曲终人不散 五年前 一首无稽唱进了望线情 打动了无数听者 五年后 每当无稽的音乐响起 有多少人会梦回莲花物 梦回望线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 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 戏里戏外 他牢牢抓住的 是他此生最爱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同样发生在7月8号的场景 2018年7月8号 张哥 不爱你 张哥 快点 张哥 不爱你 好 张哥 快点快点快点 张哥快快快快 快快 来 张哥 张哥 好 来来来 不认识我 好 来 张哥弟弟爱你 张哥 让他吃了 张哥 张哥 弟弟爱你 时间定格在六年前的今天 王一博的那句战歌 弟弟爱你被粉丝做成了灯牌 也从此住进了肖战的心里 火象星座的狮子做王一博 喜欢什么都是热烈的 直接的 风象星座天秤座的肖战 喜欢一个人就会用反复的推开去试探 试探对方是否是坚定的选择了自己 小狮子可不管那么多 我喜欢你 我就用我的全部去爱你 简单直接 所以才会在哥哥出戏时一直戴着I miss you的帽子 哥哥说夏天结束了 假期也结束了 现代人拥有姓名 哥哥想明白了不再犹豫 弟弟换了帽子 和哥哥戴了同款口罩 从此开启了他们的甜蜜生活 时至今日 我们听着无稽 已经陪伴着他们走过数年时光 未来 我们还会一路陪伴 为着这人世间最纯粹的爱 我与夏丰接过客 唯有博笑懒星河